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使用我的这个GPD温室 和这个红魔的巴普洛家的这个游戏手机 来做那个我PS5的游戏主机的一个显示功能 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 我这个GPD温室 是如何做到显示PS5游戏主机的画面的呢 它不是那个暂流 是经过我的一个视频采集卡 然后使用温室做那个显示器 然后这个红魔的巴普洛家的游戏手机呢 是经过一个无线传途工具 就是上面那个东西 上面那个是无线传途那个发示器 然后让那个红魔巴普洛家的游戏手机 来做一个接收 来做一个视频的接收 那么今天这个我测试的 我给大家来测试的这个 这个游戏呢 是热魔之魂重置版 是PS5游戏主机 那个首发的时候 这个游戏护航版 好吧 那么多词 好 好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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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来 又被烧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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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游戏 今天的这个视频测试呢 我就给大家展示了这里 就是使用我这个TBD温室 与这个红魔的巴普洛加的这个游戏手机 做我PS5的一个游戏画面的一个显示 好了 那么TBD温室呢 是使用视频采集卡 然后直接让温室来显示 然后这个红魔的巴普洛加的这个游戏手机呢 是直接使用那个无线团图的一个射频发射器 让那个手机来实现 做那个显示器 不论是安卓的还是苹果的 都可以做便携式的这种无线的显示器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感觉就给大家展示了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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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